四大運到最後這個光環 不應該只歸功於柯文哲一個人身上 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回想起來 其實四大運在之前 柯文哲一度是不想辦的 柯文哲當時一度是不想辦四大運 因為他覺得好麻煩 那四大運到這個開幕前一段時間 門票幾乎賣不出去 結果中央到地方 包括我們議員 在地方 外國怎麼買票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不斷的去鼓吹 然後這樣不斷的 然後自己不斷的去做一些宣傳 中央地方都配合 那包括辦四大運 你不要忘記 四大運的場子不是只有在台北市 包括新北 新北的場子也不少 然後還有其他新竹等等都有 我舉例來講 我們會四大運進什麼力量 例如說當時我們也擔心說 因為擔心台北新北 有不同的或新潔等等 會影響四大運 我們新北市議員還特別去監督 包括所有四大運的館場場地 只要在新北市的 我們每天很嚴格的在監督 所以說這個東西 不是說只有台北市 柯文哲一個人說覺得想辦 他就可以辦得很好 那昨天讓我更意外的是說 柯文哲自己講 他自己露線 之前有關辦四大運的時候 曾經冒出兩岸一家親的問題 然後柯文哲他之前針對兩岸一家親 他說沒有啊 他都有跟國安單位報備啊 他事後還覺得很委屈說 你看到最後還哽咽 說都要我扛下來 國安單位都不認帳 放我一個人去打阿強啊 結果他昨天自己說露線喔 自己露出馬腳喔 這不是說什麼我們去故意救他語病 不是喔 他昨天自己講說 他當時是說為了讓四大運可以順利的辦 所以他才去講兩岸一家親 所以你看 有沒有很偉大 他很偉大不偉大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國安單位很委屈 國安單位是很委屈 國安單位當時為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怎麼會這麼離譜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常在想說 也許有人覺得說 為什麼 因為有不少人覺得說 中國其實滿喜歡柯文哲的 是不是真的我不曉得 但是你跟這樣的一個交手 我想也好 以中國那種詭辯的那種性格 我看對上柯文哲也好 連中共頭都痛了 我不覺得他在他們那邊會詭辯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像中國 我覺得中國 其實我都建議他 中國你視野要放寬 我常常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常常在看 我看蔡總統上任之後 這段時間 我覺得以蔡總統 他那種人格特質 他可以獲得人民信任 獲得美日盟國的信任 再加上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的新局 不可不多得的紀律 如果中國願意好好的 不要在蔡政府執政這期間 不斷的在那邊搞東搞西的 我覺得兩岸搞不好 真的可以開創出一個新局來 可惜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包括蔡總統 他其實包括東奧正明 東奧正明剛剛羅伯遠 一直在強調這個部分 我必須講 東奧正明在全代會有人提案 而且還是一個滿有名的立委 有影響力的立委 林俊軒 他的主任 他的助理提出來的 這個案子後來在全代會 連討論都不討論 直接就把它撤案掉 那你說這個壓力會不會很大 主席壓力當然很大 被罵死 毒派就會生氣 毒派當然生氣 那包括你說 你說像這個公投 之前證明這個東西 毒派那個壓力很大 可是蔡英文他一直強調 維持現狀 他不想成為麻煩製造者 所以我覺得他就很持平來做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政治人物 就是說言行合一 可預期 守信用 我覺得這應該受到肯定 那我覺得台灣現在就是說 很奇怪就是說 像柯文哲這樣的一個 一個政治人物 就是說坦白講 他的言行 我不要說他不守信用 這或許太重 或者講他不誠信 這也太重 可是他至少言行是反覆的吧 就是 例如像剛剛 這種兩岸一家親 這麼當時 這個大家爭論那麼大 他自己後來突然一句話冒出來 真相大白 是你說不算 結果呢 結果當時所有被罵的人 所有為他承擔這些 罵名的人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他是一個完全不可預期的人 政治人物 但是也許 這麼不可預期 然後這麼的反覆不定 為什麼信任度最高 這個我 你會不會氣到不從政呢 柯文哲是一個現象 我之前聽到有人在形容說 這個是一個潮 這是潮流的潮 那也對 就是說 現在例如說年輕人 其實他搞不好 他搞不好也不懂柯文哲的政策 也不知道柯文哲在幹嘛 可是他就覺得現在喜歡柯文哲 好像就是一個潮 那這個潮就覺得說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不過我覺得潮起潮落都很快 以前支持民進黨是滿潮的 現在也落伍 現在變柯文哲比較潮 也不會啦 潮起潮落 你有沒有很感嘆 我覺得 我覺得慢慢的大家可以感受到說 民進黨走的路線是一個穩健 穩健的一個路線 就是說對 他能夠堅守住台灣的主體性 能夠顧及到台灣的經濟發展 又能夠跟中國抗衡 我覺得我們要是這樣 不是說 不是說適合那個狀況 我認為 我是發自內心在講這樣的一個 產出這樣的論點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至少我的感覺 他是一個沒有辦法 讓人民信任的政治人民 是 明鳳你的觀察 為什麼他信任度這麼高 不是啦 我覺得做這個民調的時候 只有柯文哲一個人是在競選的 其他人都是 都是在這個位置上 譬如說朱立倫是新北市的市長 蔡英文是總統 然後賴清德是這個行政院長 那這個整個在全台的報導上面 他當然就占了上風 可是你想想看 台北市為什麼最低 他是唯一 所有的各個縣市裡面 只有台北市 百分之四十七而已 他是只有 沒有超過五成的一個城市 那就表示說台北人對他的信任度 當然就是 這比較接近就比較了解 當然就比較低 那你全省的話就有一種距離的美感 覺得台北好熱鬧 台北這個人剛好 在選舉 然後對手又比較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時的 那到了這個整個 你說把它看成一個總統的大選 或是整個總統大選未來的比較上面 我覺得他會有點落差 因為選舉的時候的民調跟這種信任度的東西會有點差別 因為你到了選舉的時候 包括蔡英文的文宣會出來 幫蔡英文講話的人也會很多 然後幫朱立倫這個國民黨也會動員 也會開始講朱立倫的好話 那時候在比信任度的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就沒有這種便宜了 他搞不好就會往下掉了 因為現在競選的原因 所以他的知名度也好 或是說這個見光度也好 或是這個所謂的政見 他這個跑活動的 然後這個可笑的活動都可以見光 那我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年輕人真的是一種政治認同度 在看他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就像那個博文講的 他根本不曉得柯文哲推出什麼樣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概年輕人一種 大家都支持同才這個溫度跟效應 我們同一輩人大家都支持柯文哲 我不支持好像會被人家笑一樣 在學校不敢講 對 然後你真的到時候投票 投票你真的會為了他去投票嗎 其實他有時候在看 我們也不想這樣子講柯文哲 但是就像在看韓劇的韓星一樣 你比喻得這麼好 好啊 那個就看電影明星或是這個小丑一樣 那我也很好笑啊 好 那我也喜歡他 那其他比較起來都不好笑啊 那我就支持這個好笑的人 所以這次滿關鍵的 票會不會投出來 對啊 其實大家一直在看就是說網路的人氣 你看他一日幕僚點閱率這麼高 欸 900萬喔 這三中通通都會丟啊 對 流覽度是900萬 那個流覽度不是說你一點他就有算 但是你要看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算你的流覽的次數啊 所以表示900萬900萬 我們上一次總統當選是多少 689耶 那他都可以去選 所以現在不要選台北市長 直接選總統就選了 直接選總統就選了 對不對 對啊 我是覺得啦 今年的選舉在市面上都很冷 可是我們台北市的表態率超高 八成以上的表態率 可是我們上一次的投票才七成啊 然後有一次第四屆的時候最低 六成四 六成四那一次就是好龍斌對上蘇貞昌 好像 好龍斌對上謝長廷 好像還有周遇寇的那一次 就只有六成四的一個投票率而已 那只有第二屆超過八成 第二屆是馬英九對上陳水扁 第一屆所謂三位大咖 就是趙少康 陳水扁跟黃大之後的時候 也只有七成八的投票率 那你覺得今年的選舉的熱度 有到七成八嗎 有到八成嗎 我覺得那恐怕是一個 其實民眾對選舉的那一種熱度 是不斷的在降低中 是在降低中 深層民主國家的現象 那你看你這麼 現在八成多的民調 然後這個柯文哲這麼高 尤其是年輕人的部分 家權這麼重 那唯一投票率回到 這個退潮的時候回到原點 那你覺得誰是損失最大的 誰現在民調是有虛胖的現象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檢討啊